刘文采最美一态 笑花淪落青楼 生活极尽奢侈 结局却甚为凄惨提起恶霸地主 大家首先想到的恐怕是周八匹 他欺压百姓 韩波店户 半夜三更起来学鸡叫让长工劳动 不恶不作 但周八匹只是文学人物 历史上并不存在 在我国近代名地主中 真存在着这么一个恶霸地主 他就是刘文采 刘文采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 一直生活在四川 他本来也是一个普通人 弟弟刘文辉是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 后来靠他的军阀弟弟刘文辉的权势 巧取豪夺 搜刮百姓 基深地主阶级 由他建立的刘氏庄园 如今看来都气派豪华 刘文采到底坏不坏 其实一直都有争议 有资料显示 1933年是他最富的时候 在七个县占领了共一万两千亩田地 把他们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而且他还大肆压榨老百姓 老百姓要从他这租种土地 就必须要交二两黄骨 还制定了自己交鸭筋的方式 采用大斗进小斗出的方法 但也有人说他也做了很多好事造福箱里 比如用土地的收入盖了一间学堂 让穷人家的孩子也有机会上学 接受教育 但是这些也都无从考证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好色 刘文采这个人生性好色 妻妾成群 看到有点姿色的女人 就要占为己有 迫害了不少的良家女子 还娶了五房姨太太 在这五个女人中 最漂亮也最受宠的是三姨太林居如 此女生格阿诺多姿 是一个娇滴滴的大美人 林居如生在宜宾 父亲死后 母亲带着十一岁的她改嫁林友晨 此人是袍哥中人 在她的影响下 林居如也变得很不安分 在学校的时候 林居如是明冻一时的校花 引得许多人追求 她的继父林友晨打着如意算盘 想利用她的美貌牟利 所以在林居如毕业之后 把她精心打扮了一番送入青楼 林居如本来就生格漂亮 在经过包装 肌肤白净 先紧细腰 简直是厌绝人寰 四十六岁的刘文采对她一见钟情 第一次见面就为她赎身 还为她单独购置了一套宅子 好生疼爱 林居如生活高调 张扬度日 拥有的各类用品 衣物 琳琅满目 衣物要装五十口大箱子 各种绣花鞋四百多双 一颗钻石戒指价值五千余元 化妆品要装两大皮箱 香水则非法国产的不用 每次出门不仅要让一大群士兵 侍女奶妈跟随 还要数辆马车一同出行 路人看到以后必须围棋让路 稍有不慎就要遭受一顿毒打 不仅如此 有时候她觉得坐马车垫子不够柔软 就让一个胖乎乎的女婢给她做肉垫子 这件事被刘文采太太原配知道后 大吵大闹 刘文采太太认为纳计为妾实在有入门庭 她不能不计较 刘文采虽真心迷恋林居如 但林居如毕竟青楼出身 根本不是安分守己过日子的女人 后来林居如朝三暮四 变本加厉 刘文采终于不能忍受 把她赶出了门 不过被赶走后的林居如 刘文采还是无法忘记 一直藕断丝连 刘文采倒台以后 她的家产辈全部被没收 到了最后 林居如已经到了饭都吃不起的地步 只能重操就业 干起了风月的事情 林居如陡然老了三十岁 人们逐渐认不出那个成为 家境楼 风景的女人了 这位昔日的美丽笑话 豪门阔泰 最终在1961年犯病 凄凉地死去 走完了她四十多岁的人生 此时连五分钱的草席都买不起 咯 不得咯 咯 痛道 发尹 咯 咯 咯 � parallel